請教,既然有觀眾都問到,其實在白食的治療方面,其實是否一般來說,如果自己接受到外表有少許不同了的話,其實是否不需要引致到生命危險,需要接受一些類固醇那麼危險的藥物呢? 沒錯,很多人,很多時候就說,如果他的範圍不是太大,以及他的病人本身如果不介意,最重要就是他本身會否介意這個問題,因為黃種人都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如果你說是印度比較黑色,少許皮膚的人,或者黑人,白色其實真的很影響外表,因為他整室都是黑色的,但如果一兩塊白色,很明顯,但中國人就會好很多,因為很多時候,如果你真的發覺,我不接受這些風險了,很小範圍,範圍很小,他不允許病人的性命,也都可以心理上可以應付到他了 其實有些人會用少許遮瑕膏,遮蓋著他,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即是可能靠化妝方面去幫幫忙 沒錯,沒錯 希望可以幫助多個體態 如果有白色的話,有沒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還是一般藥物只可以暫時控制到少許,它不可以擴散? 對,其實白色的話,我們最重要注意的是,口服的藥物,我們就不建議一開始 也挺危險的,看我好像吃了一部唇的話 但我們其實可以建議,先不要散掉太陽 你讓皮膚變白一點的時候,你的對比就沒有那麼大 對比就沒有那麼大,對 如果你說它曬了,曬了之後,對比大了的時候,就會變成重肉酸 即是一打有色素,一打就沒有色素,對比就很大,所以就不要曬那麼多 我們唯一可以做到這樣 好,我們先說白色,說到此為止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都是說色素增加方面 亦都收到很多觀眾關於問色素增加方面的問題 其中一個是丹尼神問為何會生脈 以及為何有些脈會淺色一點,是啡色的 有些會很深色的 會否跟它自己有危險、病變等會有關係 沒錯,脈其實有幾種顏色的 有深黑色,即是黑色,因為它的色素很多,很集中 可以是啡色的,淺色的 可能色素不太集中,我們就看到它是啡色的 還有一些是藍色的 藍色也有 藍色的脈 為何會無緣無故有些藍色的脈 為何有些色素是藍色的,其實不是藍色的色素 只不過是說我們的色素是在真皮層下面 因為它比較深,變成經過光線折射 我們看出來的黑色素 即是原本是粒脈,不過很深,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對,因為它表面有一層正常皮膚包住了 下面才有些色素在 即是好像青青藍藍 變成青青藍藍,對 對,我們不是在扁,在扁我們看到黑色 但問題是在下面 我們看上去,有一層正常皮膚遮住的時候 變成藍色 只不過這些脈就有一個名字 叫做Dermoneye 因為它在一個真皮層下面 這些脈,所以就變成 即是移除它都比較麻煩 對,比較麻煩 所以有些人覺得藍藍的色,又覺得沒甚麼所謂 而且如果你這麼深層,你去弄它的時候 那些脈都可能會比較明顯 所以我們就 也不是那麼多人去弄這些叫藍色的脈 或者痣 另外有觀眾就問到 經常聽人說 喝某些東西就會對身體會比較健康 觀眾就問 喝這個檸檬水會不會對皮膚比較好 有幫助嗎?請教一下醫生 有些研究顯示 維他命C會令皮膚可能會比較白淨 但這個研究是非常之不充分 可能是一些比較小型的研究 但你吃幾隻檸檬 我們一些都不會反對的醫生 但房間有些美白針等 就是將一些維他命C直接由靜默 經過一個點滴方法打進人體裡 其實很多醫生都不太暫時 會很危險這樣做法 維他命C如果過量服用 或過量進入身體 其實危險性不大 所以台灣也比較流行 但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效果 例如打針下去 就變白了 這個就挺質疑一個情況 因為效果其實不是很多廣告 賣到這樣的情況 我見現在房間有不少護膚品 裡面主要成分 所謂的美白 他們都加了很多維他命C 究竟他們聲稱維他命C 可以幫助去除黑食素 其實效果是否明顯的 一樣是 我們所做的研究是不多的 遲些我們會講講斑 沒有什麼人會用維他命C去弄物 但很多時候聲稱可以令斑 減淡顏色的面霜 也會有維他命C 還有什麼阻旋維他命C 也很常見 因為晚上一旅開電視 就會每次都聲稱自己幫你減斑 又去走去眼圈 幾乎是萬能 但維他命C其實不是真的萬能 第一 第一,維他命C是否真的可以令色素淡淡 以及減淡多少 真的未有太多 即未有足夠數據 未有足夠數據 第二,就是維他命C 它本身是很不穩定的 所以現在經常都說 阻旋維他命C 以此,維他命C其中一個形態 就是這個形態比較穩定 這個穩定的形態 就可以滲透到皮膚 或者是 穩定一點 但是 就算你說真正阻旋維他命C 那個效果是有多好 有多明顯的顯著 其實都不是太多證據 即是臨床報告都還沒有 臨床證據不足夠 一點都不足夠 很多就是比較細型的研究 即是那些研究顯示 剛剛有電話 7242就說 他說有時那些字很癢 批一批的時候 他就怕這個病變 應該怎麼辦呢 是否通常這些字突然變得很癢 很想批 是否通常都會有些問題 會有問題 如果忽然變得癢 你都要小心點自己看著 就算你不找醫生看 你可以自己看密一點 或者有些甚麼變法 即刻找回你的家庭醫生 再去問一問 你幫我看一看 因為醫生看得多 所以你找到自己的家庭醫生 很多時候都可以分辨到 究竟這顆蜜或者字 究竟它是不是惡性還是良性呢 剛才我講過 你除了說痕之外 你留意 會不會有流血 會不會有血清滲出來 它會不會是顏色變化 例如有紅、有藍 它會不會擴大範圍 這些都是一個惡性變化 很重要的徵狀 所以我們一定要 如果你不肯定就要看醫生 因為皮膚黑色素瘤 這個皮膚癌 皮膚癌很多種 但黑色素瘤這種癌性 抗爭得很快很快 我們可以看看 一些圖是生在手指上 我們馬上看看手指上 16幅圖 看看16號的圖片 生在手指上 這些圖片凸出來 看到指甲在手指上 對,那波的圖片跟盤沒有那麼規則 邊緣不規則 不是圓形 是圓形 對,有藍藍藍的突出 這都不是最經典 我們可以再看一些經典 例如17、18號 我們看看17、18號的圖片 到底是嚴重的 這些仍然更加不規則 像地图一幅大一幅小 跟刚才我们看的正常粒是很不同的 18亦都是 这些都是粒来的 看上去是很像粒 因为黑色素 但你看到不是全部黑色的 是否旁边有些啡啡的 因为后期色素有所变化 但19、20、21都是一些黑色素的问题 都可以再看看 这些可能是由常见少数 同一种颜色 通常人们看到的都是圆形 是的 没错 一定要经过时间考验 你看到20 亦都是 它开始扩散开来 看到吗? 散开来 越散越大 经过时间我们才会比较肯定 很多时候病人会跟医生说 我这个蜜越来越大粒 不只是痕 好了 我们先看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会 你在这里呼吁一下 如果你看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欢迎你用你的手机 发送短信来506 跟中医生谈谈谈 如果你是关于皮肤科方面的问题 想请教中医生的话 你都可以传短信过来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 听听广告客户说话 待会再看我们保健传业足 不要离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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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